说起歌手张碧晨,恐怕大家对他最深的印象,应该来自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三季的舞台上,他那独特的嗓音当时不知惊艳了现场多少观众,为此他不仅荣获了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三季年度总冠军,还成为《中国好声音》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冠军。 实际上,张碧晨从小就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,为了能够站在舞台上唱歌,他不惜放弃前往法国留学的机会,瞒着父母参加了KBS在中国赛区的选秀比赛,以韩文歌拿下总冠军,并且他还以中国赛区冠军的身份赢得韩国总决赛的季军,最终被一家韩国娱乐公司签为艺人。 大家都知道在韩国当练习生是非常辛苦的,他们为了出道每天都要起早摸黑的训练,一天下来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时间,有时候甚至生病了还不允许大家休息。 可想而知,没有任何准备的张碧晨,在练习生期间经常被人白眼数落,虽然那段日子并不怎么好过,但张碧晨并没有因此而退缩,他咬着牙一一挺了过来,也许是他的毅力让公司看到了潜力。 没过多久张碧晨就被安排加入森尼代斯的女子组合,原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,但张碧晨没有想到的是,因为自己半途加入森尼代斯,那些女成员们非但没有表示欢迎,反而还一致认为他不劳而获,可为了不让自己的努力复之一句。 张碧晨还是选择待在组合里发展,他因此学会了看别人脸色形式,并且在这样巨大的精神压力下,张碧晨的身体越来越憔悴,直到父亲来探望他,见到自己女儿在韩国变成这样,他气得直接毁约把张碧晨带回了国内。 后来,在第三季《中国好声音》的舞台上,张碧晨以一手,他说,打动了现场所有观众,一夜红火的他演唱了去年最红火的仙侠剧《花千古》插曲,每当剧中出现虐心桥段,张碧晨的声音就会硬紧地响起。 出色的演绎,张碧晨还荣获了年度十大金曲奖,并且包揽了最佳年度飞跃奖,以及全民选择女歌手,三个奖项。 今年,张碧晨在仙侠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现唱片尾曲《凉凉》,他和杨宗伟深情对唱,让越来越多的观众认识到这一位叫张碧晨的年轻女歌手,他也因此成为娱乐圈圈内最年轻的热播剧主题曲女歌手。 如今,《天籁之战》第二季正在热播当中,张碧晨作为决赛的首官人出现在彩排现场,舞台上的他神情十分投入,据悉为了更好的全续出作品,张碧晨还专门特意对歌曲进行了研究和学习,这让不少网友期待他即将带来的新作品。 特别声明,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,如有关于作品内容、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